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习近平确定掌握主导权力 大家都预期了 只是说他要不要把所有的人都换掉 这个就是他自己的考虑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留两个老臣 那当然讲的就是汪洋跟李克强 至少两个人 一个是总理 一个是副总理 因为他们历来大概当总理 大概都要有副总理的经历 那李强就是直升 他就从上海就直接跳上来了 所以有一些人当然就会觉得说 你对国阵有这么了解 因为你毕竟以前只是对 当然上海也是个大都会 可是就是说你对国阵 没有经过副总理这个历练 所以甚至本来还有人在拆胡春华之类的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因为我们对上海封城的记忆 所以对他负评蛮多的 那个封城的经验 那因为台湾人很多 多半都有朋友在上海嘛 那矫枉过阵的那个各种事件蛮多的啦 可是李强坦白说他也不是只有做上海封城那件事 那是今年第二季 他实在也做了蛮多其他的事的啦 那一般的评价就是说他是一个财经 他是一个财经官僚 那跟你谈一些个别的议题没问题 可是只要是中央交办 他就非常严肃 那捍卫中央的路线 那这里面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你这个七常委里面大概只有王沪宁跟习近平大概是同辈吧 就是分量也够 那历经三代三朝元老 其他人分量都不够 所以如果在政治局常委 我们知道他是民主集中制嘛 所以不同意见还是可以提出来 那大家做一点政策的交流辩论 那最后形成共识就贯彻嘛 那以后这些人敢提不同的意见吗 就相对于习近平的权威啦 因为这些人大概都是他的 他的幕僚出身的 常委讲资历跟他还有相当的落差啦 就是所以就未来中国毕竟会碰到很多 严肃的很大的政策啦 比如说过去我们就听到比如说防疫啊 这一种 还有你对美的贸易战要怎么应付啊 科技战要怎么应付啊 我相信他们都有内部的讨论啦 那最后就再做出共识嘛 还有比如说对台湾 对美国介入这个台海要怎么面对 那未来给人家感觉可能就变成是习近平一个人拍板 就是这个那这样当然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那台湾最好小心一点这样 就自然会有这样的推论 他就会变成一个快速决策的政府 以前可能让大家觉得说可能会经过一些 一些这个一些反复的一个辩证嘛 那现在可能就是习近平拍板就是拍板 然后在政据局常委里面可能也不一定有人 愿意提跟他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主要的担忧是这一个啊 那倒不是说什么没有财经的人才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因为坦白讲那台湾有哪个财经人才 苏珍昌是吗 蔡英文是吗 这个不是重点嘛 内阁制的国家更没有这个问题啊 那重点是 你能不能吸收下面的专业幕僚的意见嘛 比如说高发改委的主委那个何立峰 或者是商务部长我们随便讲就是王文涛 这些人都是财经啊 那就是说你形成政策 不可能是在常委那个级别来形成政策嘛 一定是下面提上去的 那就是说是不是有会比较广泛的 那听取这个各专业领域提供的政策的意见 然后形成决策 实际上当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决策 对 而不是说你是哪个专业 不是这样 那不然内阁制就不用完了嘛 是 内阁制都是民选的啊 那他就来当经济部长 来当财政部长 那照样国家还不是在弄 对不对 所以是牵涉到你对专业的尊重 我倒不认为说本人就一定要学财经 可是我刚刚讲的第一点比较重要 就是习近平的分量 远远超过其他人 对 那未来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权威的不对称 那在政治局常委会里面要讨论问题 我觉得会比以前要困难 这个一直都是如此 大概就是三分之一到四十趴 大概都一直这个数字 那这个当然就反映在他跟 现在已经是140几个国家是最大贸易伙伴 当然就是因为他是做一般性的民生工业 方方他是最完整的工业体系 所以跟各国都是 坦白讲都是在买卖一些 就是最用得到的东西 那他后来又变成基建狂魔 所以协助很多国家做基建 这个大家都知道 事实上2013也是从一带一路 就是2012开始的 那这十年来一带一路累积的 总这个营业额大概有两兆美元 那当然有一些不精准 他们自己也在检讨 就是说有些造成债务负担 有些国家经营不散 所以他现在对于挑选项目 他也会比较谨慎 可是总之就是中国这个发展模式 他确实就是比较容易 多方的跟大家一起共同繁荣 这是事实 那这个相对于美国 当然他就是贡献相对要大非常多 因为美国是金融体系 然后高科技 那有一些国家用不上 有一些国家连水力电力都没有 你美国要跟我来谈绿能 这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他这个也不是只跟一个美国比 而是跟G7整个加起来一起比 跟全世界 因为事实上他建立了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史上的 一个特殊现象 就是他只要进入了领域 那就变成那个领域最大 那立刻产生价格迅速 成本立刻迅速下降 那那个领域他就是领先者 很多领域都是如此 那就当然就造成普及大众 因为他就比较便宜了 所以大家用得起 比如说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 他在克罗地亚跟跨海大桥 那个在欧盟已经搞多久了 为什么是中国盖好呢 对不对 那现在在黑山 他也在搞一个高速公路 黑山第一条高速公路 如果连欧洲都这样 你就不要讲非洲了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连欧洲 包海干半岛的跨海大桥 然后高速公路 最后还要中国来建 还有塞尔维亚到匈牙利那条铁路 那为什么以前欧洲人还不干呢 都是要靠中国 那等一下我们还要讲巴拿马 这个我觉得就是他的 欧洲的体制 因为他毕竟就是资本主义 那他就会去讲究 是不是有获利 很多因素 那中国大陆相对这个部分的因素 还有他能够执行率都比较高 可是反观你看 您刚刚讲到美国高科技为主 金融为主 那讲高科技的话 现在又很怕中国大陆的积极的追赶 那么在半导体的部分 我们其实也看到了 说像比方台湾有个台积电 你说是矽盾 你说是护国神山 但是现在呢 却有专家就说 其实这种地位 反而让自己更危险吧 再来 现在呢全球权威调查研究机构的副总裁 那么这个Forester的副总裁说 如果大陆入侵台湾 会有全球经济史上最严重的冲击 甚至比1929年经济大消逃的情况 还要来得更糟 那美国要实现金元代工完全独立 还需要几十年 你看他现在非常积极的要 包括半导体的台湾的 台积电或者是南韩的厂商 到美国去设厂 这么样的积极的态度 但是真正是不是根本 没有办法在美国成功的复制 然后现在还说 现阶段美国也只能祈祷 不想不会发生毁灭性的场面 亮哥怎么看 因为这种机构都不是军事专业 什么叫入侵台湾 他要打台积电吗 他可能会造成比如说 一两个礼拜的断货 这是事实 出口海运上有一些障碍 这是事实 他又不会去打台积电 他打台积电干什么 所以我是觉得要具体分析 因为我觉得现在美国是在造舆论 包括说系论不成立 那就是说你赶快分散风险 就是导向这种结论 你现在看只要是英文的 现在已经包括金融时报了 金融时报是英国的 那经济学人也跟进了 所以基本上我就跟你讲 美国跟英国都是同步的 他们现在就开始散播同一个调子 就你台积电赶快分散你的布局了 对 不然太集中了 那全世界风险太高了 对对对 那会造成这个 中下游会造成5000亿美元的损失 就是这样 然后一直留在台湾的话 台积电你就危险了 你就危险了 就是你的地缘风险越来越高 事实上我跟你讲 这次20大 之后我看到西方媒体主要的两个论述 第一个论述就是习家军 然后习近平独裁建立 就是这样 那介大使刚刚那个讲法 就是说总统制不是一样 也是总统集中权力啊 所以就是说你要谈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那第二个就是认为他变成一个战斗政府 所以他决策会越来越快 所以就是与美斗争 还有统一加速 然后意识形态越来越重 西方几乎都是这个调子 所以你就看到香港今天就崩盘给你看 跌6点多% 对不对 那据我了解是 在盘中还出现一种谣言 说香港要改制 变成中国第五个十侠市 就是连这种谣言都出来了 然后说港币要改成人民币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人刻意在造谣 就说他这个根本就 反对跟西方有接轨的地带 那香港实际上是个缓冲区 这大家都知道嘛 连毛泽东周恩来都认为要把他留下来 那习近平会一上来就把他收回去 把他改成完全不要一国两制 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 可是今天香港就有这种论调 那就造成大家拼命抛售 第一时间就会恐慌性的卖押出拢了 其实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也没什么 这个跟我们买股票一样 第一时间都给你讲到最坏 而且大家也不明就里 反正先抛售再说 这个就是风险意识嘛 那反正把你讲到最坏嘛 所以你未来如果不如预期的坏 那都是在进步这样 这个美国要去想清楚啊 事实上美国的军售啊 烧地阿拉伯占百分之二十几 他占了五分之一啊 所以 所以他是他的 沙国是美国的军售大客户 最大的客户 最大的客户 事实上在川普在2016的时候 川普去沙地阿拉伯啊 结果他给他一千亿美元的订单啊 一千亿耶 我们台湾才一百三十亿就已经 编预算编到现在了 沙地阿拉伯是一口气就给他一千亿订单 那后来我们是看到美国有很多项目 他不能卖嘛 是 所以沙地阿拉伯当然会抱怨嘛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找替代者啦 比如说我就找法国跟中国嘛 对 所以多少他当然要跟法国中国做生意啊 空巴就是法国主导啊 就是他一定会有 所以他跟法国是不只买空巴咯 事实上阿联酋就是买他的飙风战机啊 是 阿联酋也是因为美国不卖他F35啊 因为美国就要求你不要用华为啊 就是美国都乱了套啦 就是他把很多项目都给他绑在一起啦 那这个阿拉伯国家才不是这样思考的嘛 他们就不认为华为有安全的问题嘛 那你美国硬要说这个 你华为要用我F35我不卖你 那阿联酋一火大就跑去买飙风战机啊 就这样啊 所以 事实上 阿联酋事实上就是跟沙特地最好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他大概也在试啊 就说我不一定要 军售都要依赖你美国啊 那他又开始发展 比如说中国法国这两个系统的军售啊 事实上中国已经有了嘛 那他现在也在看比如说隐形战机啊之类的 所以 比如说沙特阿拉伯啊 对沙特阿拉伯 所以他如果会去看空巴 我觉得一定也会顺藤摸瓜摸到军售 是 所以我觉得他大概已经看到 因为这个MBS是个狠角色啦 他知道美国一定会对他动手的啦 所以他要有一些自保的动作 对啦这个精神讲话啦 他应该可以让英国不至于再恶化啦 英方有反弹 对啦对不 因为大家对他的能力比较有信心嘛 可是英国的状况 要做好真的非常困难 我说实在啦 就是 可能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那处在一个最悲剧的情况这样 什么意思 不就是英国的时间不多了啦 因为你明年2023 苏格兰就要搞入欧盟公投了嘛 那你敢不准吗 你敢不准他就搞独立公投 就对决了嘛 是啊 然后你也要立刻去处理爱尔兰的问题啊 然后他目前是你也知道嘛 就是股市债市汇市全崩嘛 其实一个经济到这样就是很惨啊 就是 这个经济就是不断的在往下掉 然后 他的 事实上他的债也没有像日本那么严重 可是就是 你去想一想 英国是有北海油田的国家 对 就他的能源可以涨成那个样子 是 他的通膨可以到10.1 这简易是匪夷所思啊 而且他也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啊 对不对 你怎么会搞成这样呢 所以我认为他整个管理出问题了 不然你不可能能源那么贵啊 但大家就寄望啊 说至少比较看好他是因为他比较懂财经 然后他的财税的政策至少比较 跟之前我们看到特拉斯 理念不一不一致的话 他是高盛出身的 而且他创业过 他的岳父是印度那个Infosys的创办人 对 那个是印度最大的数位系统 对 所以他的人脉 我讲的是 我觉得主要是人脉 他在金融界还有产业界的人脉 远远超过其他候选人 所以他可以可能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建议 大概是这样 这是期货啊 那就是看着他会下来 所以才会有期货价格的变动 他们都是这样 他炒得太高 然后又要拉得太低 所以你觉得现货是不会动的吗 不 他会跟他有一个落差 可是他就是比较激烈 那 显然就是抗坏明年的经济 因为现在所有的国家指标都不好 比如说德国可能不到1% 就是都不好啦 不好 而且普遍认为明年比今年糟糕 这个几乎已经确定了 后年我不敢讲 2023一定是苦日子的一年 苦日子的一年 苦日子要来 所以这个叠是合理的 对能源预期 那你的投资会减少 比如说对天然气的投资 就是你的除气槽要不要盖 因为现在就传出 在欧洲的周边有34艘LNG船在那边绕 那他们本来是想要等价格 那后来也发现 事实上除气槽还没有盖 没有地方放啊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就停在海上 马克宏他就是觉得欧洲的基础设施 股权不能卖给中国 他讲的是股权 那因为最近中国连续 汉堡港是第三个案子 事实上他第一个案子 是荷兰的路特丹 那已经进已经买了 还有那个比利时的那个安特 那也买了 所以坦白讲 荷兰跟比利时在卖的时候 你怎么不讲话 所以显然就是跟德国有余量情节嘛 我跟你讲他讲话 你都要注意看是不是德国又发生什么事了 德国怎么可以抢在我之前去中国呢 那不风光理先 因为马克宏是要去中国啊 可是没想到肖子抢到他前面 对 所以他满嘴 而且是在中国大陆二十大之后 就立刻了 这个中国大陆要第一个要见德国总理肖子 是嘛 然后他就刚好就用汉堡港来做题嘛 就开酸了 因为法国确实没有这种现象嘛 他并没有让中国来入股他的港口嘛 所以他就开酸了啦 我才不相信他真的反对了 他是借题发挥啦 是 不过其他呢 现在好像其他欧盟成员国 对于德国倒是有点意见 对 拉脱维亚的总理啦 艾沙尼亚的总理啦 还有其他很多啦 我那个我跟你讲啊 欧盟就是个很麻烦的单位啦 因为他有27个国家嘛 那欧安会也刚开会 那欧安会他就讲得很保守啦 那个高级代表叫做Borel 他就公开讲啊 他说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啊 那既不是这个 既不是什么互补啦 也不是对手啦 是 核心的概念是竞争 是 请问这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欸 对啊不知道啊 我觉得他们现在都在打 就不愿意讲是对手 比如说有另外一个人就说 我们跟中国既不是合作 也不是竞争 我们是在合作与竞争中打交道 你讲这什么屁话啊 矮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他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